大家好,欢迎来到Banana UK Property,我是Steven 今天很高兴可以帮客人来到Coventry CV3这个区域收一间三房的 semi-detached单位 就是我们眼前这一间 业主当时的扣入价是36万磅,是买来自己住的 他选择Coventry这个位置选择得很漂亮 因为这里效网是非常好的 立即讲讲学校 学校这里有一个Miles里面有七间Good的小学 而两个Miles里面有两间Outstanding 两间Good的成绩很好的中学 跟周边的配套设施都很方便 最近的小学只需要行三分钟 驾一分钟车便到 商店驾十分钟,驾三分钟车便到 最近的超级市场驾三分钟就可以了 去最近的巴士站驾六分钟,驾一分钟车便到 而火车站也是驾五分钟车 你会见到这里的环境非常宁静 因为进来内街道,干净企理的 和对面的屋的距离也是相当之好的 看看这间屋的情况 今天帮客人收到这间三房 semi-detached house 当时是有清的 我未说有清之后 看看这间屋 这间屋的 entrance 在右边白色门 门口这个位置 就可以拍到两部车 总之不阻止阻力就可以了 这个驾车便和旁边的屋子 交用 拍到两部车 总之不阻止阻力就可以了 这个就会有一个 简单些的 目济的雨水棚在这里 遮下太阳,挡下雨 也都可以夹着大家 即左右的旁边 看看这里怎样可以 摆到车或者改建一下它 令到这里的环境更加舒适 更加好用 这里有一个Side Entrance 就是由屋里面出来的 一会儿带大家看 除了屋前面有一个大Driver 这里也有一个Garage 有另一个Side Entrance 就是进去后花园 我们先进去后花园 后花园有一个很大的铺了英泥砖的地台 将来可以放一些户外的傢俱 可以晒下太阳 这里分两级 再上一级就是上面的草地 这里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 很多苹果掉下来 很大的苹果 将来就不用买生果 上来走几级楼梯 就另外一个草地的范围 可以在这里晒一下衣架 有两棵大树在这个花园里面 刚才说的这棵是苹果树 看一看花园 这里的草地都是很容易打理 剪下草 旁边有些矮的植物 看一看房子的背面 这里就是Garage 这里也有平台的位置 这间房子做了Loft Conversion 所以你会看到楼上 有一个三层高 第三层的建筑物 在这个顶上 这个Garage 也可以带大家看看 这个Garage 就是比较原始一点的 入到来都是做了一个workshop 或者住宅雜物 英国人这边都不会将Garage 摆车 但是如果你将要摆车 其实都没问题 这个杂都可以用得到 这个Garage 已经有灯 有电子 以前还有一个大冰箱 在这里 好 那 出回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间房子里面的范围 这里也有一个 extended了出来的 conservatory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看 因为这间还没拿到锁匙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看 一个刚刚好尺寸的 conservatory 71尺 有铺了地砖 还有radiator 都是可以很暖地用 不用说冬冰冰 用conservatory 刚才说 这间房子 买的时候是有chain 有chain 其实是不是很可怕的事 其实二手楼 绝大部分都是有chain 有chain 他买的时候 到现在 其实是刚刚六个月 六个月 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时间 所以有chain 大家不用太担心 进来这里 先说一下 有一个podge 四个人进来 都可以脱一下鞋 很好用 看看这个简单单的 座位 左边上楼梯 右边就是进来 lounge的地方 这个lounge 铺了木的地板 lemonate的木地板 让大家看看 整个lounge 连着dining area 总共有270尺 270尺 拿到尽计 看着的地方 门前很阔 很开阳的driveway 这家车 EPC 是用c grade 真的买得挺好的 所以看到 double glaze window 都是很厚的 开得到的窗 左右两边 都有四只 四尺 总共 再给大家看看 270尺 的lounge dining 的地方 不是四四方方 不是长方形 但是空间 就足够了 在这个角度 再看看 看一看 这里有个 sild gas 的 fireplace 在这个位置 也有radiator 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刚才走去前面 71尺的 conservatory 我们因为说 锁匙那方面 我们还没找到 所以我们进不去 那我们继续 看看其他位置 楼底 这个也是在二手楼 也算是挺高的 你看一下 门顶 对上还有空间 这里起码 都有2米6 2米7 楼底 2米6 2米7楼底 所以感觉是非常之舒服的 好了 来到厨房位置 厨房位置70.9尺 四四方方 地下铺了地砖 台面板 都是一些木板铺 防火膠板 较为简单 相信业主都会找我们 帮忙去整理一下 整个屋 会住得更加舒服 好了 有1.5大升盘 窗口 看着自己的花园 也有窗 可以开得到 抽气线 都搏出街 不是有内循环式 看一看楼梯底下 这个位置 就是有一些 处物的空间 也是非常企理的 这个就是刚才的 side entrance 可以出到 刚才那个 dryfey的雨水棚 那个位置 好 那我再带大家 继续上去 看看 楼上的空间 过回来 hallway 一进门口 就在左手边 进到这里 我先掩掩门 这里有个櫃子 就是装一些 电标 和煤气标 的一些储物空间 窄窄的 通常他们都是这样用的 好 那我带大家上去 上面 因为呢 这里呢 刚才说 楼底是相当之高的 所以 较为呢 楼梯呢 是多了几级 但是 相酸 好行 闊落的 左手边又扶手 上到来 附近的位置 有一只採光 但是开不到的窗 这里 给大家看 附近的空间 不大 换句话来说 其他房间的空间 就会较大 不要浪费位 在附近的位置 好了 看看这个 family bathroom 这个family bathroom 也有49.2呎 那么大 足够的 足够的 你看到三件头的摆位 座席 面盘 浴缸 还有一只能开到的窗 上面 这只能开到的 浴缸呢 英国人的浴缸呢 都是这样的 一半的 浴缸 这里洗澡的空间 就较为 闊落一点 有一个 花散 铺砖 铺砖 这家屋也好 铺到上顶 这个位置 就是 boiler 放的地方 boiler 都是complete boiler 有 radiator 来到这里 首先 左手边 这间房间 看看 先开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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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间房间 这三间房间 都过百尺 这个 应该是三号房 三号房 都有109尺 所以空间 就一定是足够的 你会见到 肯定是摆到商人床 肯定是摆到商人床 加上衣柜 梳妆桌 都是可以的 看着的地方 外面很大雨 看着的地方 就是后花圆 后花圆 这里是一楼 稍后还有一层 相当开阳 转转 转转 看一看 这个角度 楼底 下面也有2米67 这里 看着门顶 的空间 应该也有2米4 2米4 所以是 相当舒服 站在这里 好了 这间应该是2号房 2号房 拿到尽计 167尺 因为有少少 这个角度 要拿直计 所以 如果计计 170尺 没了那边 大约157尺 没了10尺 用这个角度 就让大家看看 这个2号房 Radiator 这里很大 很够用 采光两边枪 很足够的 看回的 位置 就是门前 泊车的地方 看看和对面的屋 的距离 关系 非常之好 再用这个角度 看 这里有个大衣柜 建议 在这里 OK 好了 看完1号房 2号房 和3号房 我们再上去 这个 convert 了的 loft 一个 转了2个90度的楼梯 闯度 刚好 闯度 好走的 那些楼梯 高度 都是适中的 上来 这个很小的 空间 没有浪费 上来 这里 不是 on suite 但是 旁边的 门 1号房 旁边的 就已经有个 bathroom 这里铺了 final floor 有一个 四分一圆的 shower cubicle 洗澡的空间 就是铺了 砖上顶 其他就是 油漆的 有窗 可以开到的 空间 就相当之足够 还有业务 更加 这个 en suite 叫做 45.8尺 45.8尺 进来 这个1号房 Loft Convert 纯造的 1号房 有210尺的空间 上来一层楼 这个是二楼 就看得更加 闊落了 可以看看旁边的房子 今天真的好大雨 情况 radiator 在下面 转过来 看看 我先给大家看 灯 不好意思 相当之闊落 箱红床 怎么摆都可以 我再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是 conversion 的关系 这个屋顶 这个楼底 就2米2多 不够2米3 一般好像新楼 那样的高度 这个都是基本要求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有conversion 的关系 这个是斜的屋顶 这些呢 你都会见到 这些空间 都拿到这些空间 做了一个储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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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上地毯 你会见到 那些 insulation 都是很厚的 所以 因为这个EBC 拿到C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看完整间屋了 那就是 coventry Covi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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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Covintry 则的地方 sor de Covi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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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라이브 T Covi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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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票 此外 吟 Covintry Mont diz 小朋友读书就开心心 有个好的成绩,有个好的开始 今天带大家来 Coventry CV3 收锁匙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希望下次可以帮客人收锁匙的时候再和大家见面 好了,谢谢,下次见,拜拜